哈喽朋友们好 现在是12月底 正好是美国的学校冬假的时间 美国的高中啊大学啊 现在都处在冬假的假期 各个学校假期的长短不太一样 我前两天刚刚知道一个情况 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据我所了解 美国的大学放的冬假 一般的留学生啊 这个宿舍是开放的 就是留学生可以在学校里继续住 继续学习 大家都知道 因为现在正处在疫情期间嘛 回国要很长时间的隔离 但是一般情况下 这个学校的冬假时间都挺短的 所以肯定是回不去的 大学呢 反正这个宿舍不关闭 学生还可以在那住 但是有很多寄宿制的高中就不一样了 这些寄宿制的高中 他这个假期宿舍是关闭的 所以这种情况会给这些留学生造成很大的困难 因为没地方住了嘛 只能去投靠亲朋好友 但是现在又处在特殊时间段 而且最近美国这个疫情好像确诊的病例都在飙升 有的家长就很不放心 据我所了解吧 有一个孩子想去别的地方借宿 但是家里人比较担心 所以就让那个孩子住在曼哈顿 来过纽约的朋友都知道曼哈顿是纽约的市中心 就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那样 本来这个纽约的房价是非常非常贵的 曼哈顿更贵 所以这孩子计划住一个月 大概的费用是一万多美金 相当于六万多人民币吧 这一万多美金对于一些让孩子出来留学的家庭来讲 可能不是太大问题 因为据我所了解 出国留学的很多孩子家里都是什么官二代 富二代 差二代 所以都是比较有钱的嘛 最起码在国内是财务自由 但是我也接触了很多那个留学生的家长 他们不是这样的 有相当一部分吧 我本人亲自接触的 这些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出来留学 在国内是千方百计的筹措资金 有的甚至卖房子 把房子卖掉了 来支持自己的孩子留学 可能有的人会说了 国内不是挺好的吗 为什么非要花这么大代价出来留学 其实这样的话吧 我能理解 但是呢 每个人是不同的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 不为家长来讲呢 也有选择让自己的子女啊 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当然了 你选择了 那你就得必须去接受 像纽约的曼哈顿酒店 一般情况下 100多美金 200多美金算便宜的 像他这个住一个月的话 一个月1万美金 平均的话 一天得300多美金吧 像这笔费用 对于这样 刚才我说过的 这样的家庭来讲 确实是一笔很大的支出 但是没办法 你为了孩子怎么办呢 为了安全吧 家长可能也觉得比较放心吧 让孩子住在正规的酒店里的 酒店这个什么消毒啊 或者什么的 这些情况都比较放心 但是呢 这就是又付出了一笔巨大的开支吧 可怜天下父母心 在疫情之前 我见过很多像这种家庭的家长 到美国来看孩子 他们为了省钱 自己的有时候都不住酒店 住在那种家庭旅馆 可能国内的朋友不太了解 美国这本华人的家庭旅馆状况 其实是很刺很刺的 甚至有的 就跟国内的大车店差不多 有的那个一间房子里的 好几张床 就这些家长舍不得吃 舍不得花 自己吃方面面 可是为了孩子们 他们就是倾其所有 一点都不吝惜 像这个疫情期间更是这样 我记得去年 2020年 美国这边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相当一部分学生都跑回去了 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正常情况下 对于来美国留学的孩子 心里的都会承受一定的压力 不光说孩子 就是成年人也是 因为你换了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语言环境 等于到另外一个世界来 对孩子来说压力挺大的吧 况且又感染这种疫情 家里都挺担心的 这也特别特别能理解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吧 有相当一部分孩子都回去了 甚至有的都没来得及处理自己在美国的一些 比如说租的房子 或者买的车啊 什么的 人这些都没来得及处理 他们有的委托给朋友吧 来处理 像我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学生就委托来处理这些事情嘛 结果那孩子买了一个 好像买了一个路虎吧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买的这个路虎是从一个华人店里买的 我这个朋友最后给他帮他处理这车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车居然有贷款 肯定是被骗了 反正说白了 可能有的家长可能为了就时间比较紧吧 没时间顾及孩子 可能就拿钱上面吧 舍得花呗 反正那只能家长来买单呗 就说这个留学啊 对一般家庭的孩子出来留学 那确实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这个留学本身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巨大的挑战吧 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家庭来讲 因为我在这边嘛 接触过很多留学生 在这边华人圈里的 大家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一种说法吧 叫什么二八定律 就是说现在留学的孩子很多很多 能学成的 可能也就两成 虽然也没去考证过 我也表示挺怀疑的 但是呢 就是现在国内吧 有很多报道吧 有时候大家可能听见这个好的一方面 比如说某某某啊 去读了藤校了 毕业了 找了大公司的工作啊 不管是在国外也好 或者在国内也好 他们没有报道过这些负面的东西 比如说有的挺好的孩子 过来以后 最后学的半门啰啰就回去了 学不下去了 还有的甚至站着来的 躺着回去的 这种情况也有 所以我就说这个留学不是一个小事 对于一般的家庭 所谓的草根家庭吧 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说这个孩子的父辈 或者祖父辈 留过学 有这方面的经验 那可能会稍微的容易一点 如果没有这种经验的话 那确实挑战挺大的 像咱们在国内有很多家长都觉得 孩子要上藤校 耶鲁哈佛 哥伦比亚上那些藤校 其实吧 我个人来讲 一般的家庭 如果家里没有过留学经历的 包括父辈或者祖父辈 如果你要能上这些藤校 那对孩子来讲 简直是 说白了是特别特别受罪的 因为你跟那些藤校里的 美国孩子来讲 那差距不是应半点的 可能你数理化上一点都不差 但是你的三观 或者你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 跟人差的太多了 像藤校的这些孩子 都是很小就开始培养的 都是所谓的精英家庭吧 都是私立学校培养出来的 就是从我得出的经验 我可以跟大家说 美国的公校 不是培养精英的地方 美国的公校是 培养普通公民的地方 通常来讲 只有私立学校 才能培养出精英 这是美国啊 我说的是美国 我记得那个 新东方的于老板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就是在中国 普通的家庭 上美国来留学 一般的就是 读美国排名前100的学校 足够了 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他这话 通过我自己所见所闻吧 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我觉得他说这个话 确实是很有道理的 真是这样的 如果一般的家庭 如果要能上藤校 未必是一件好事吧 如果能顺顺利利的毕业 又能各方面都没有问题的 那真是万里挑一了 可以说是 可能我说的有些过分啊 我也没调查过 但是我确实接触过很多 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聊 跟我说他孩子是哈佛毕业来 那我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孩子现在干什么呢 他说在家呢 我说怎么了 他说病了 后来我就没往下问 就这种情况吧 我接触的也不是一家两家 我说的只是一个借鉴啊 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吧 当然可能有的朋友不太赞同 这我也能理解 我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反正现在疫情期间吧 家里有出来在外留学的孩子 还是希望家里头能多关注关注 不过我想肯定大家都都特别关注吧 特别是孩子的一些心理变化什么的 因为孩子跟孩子不太一样 他有的孩子吧 特别容易改变 能接受不同的事物 像有的孩子他就不想改变 你像我接触过的 包括本科的高中的博士啊 我都接触过很多 公费的自费的都接触过 像有的孩子 真的他是不会改变的 他到美国来以后 我跟他聊天 通过他的言谈局这 我就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改变 还是拿着就是在国内的这些东西吧 来理解美国的这些事物 反正有时候听起来觉得 年纪轻轻的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每个孩子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他如果要不想改变的话 在国外来会非常非常难受 还用国内的那种方式 去对待自己的学习啊 对待自己跟老师同学的关系啊 会很麻烦吧 就是说 会给自己自信息方面 带来一些很大的打击 这些东西呢 就是有的家长肯定会看不到 特别是在高中阶段吧 来留美的孩子里的 很多孩子没有成年 还是希望家长呢 就是能跟多跟孩子沟通沟通 因为我原来接触过的这些高中的孩子 像有的家长开着也不管 但是后来呢 有的遇到问题了 就没办法了 我原来接触过一个家长 那孩子后来自己就跟家长说 自己不行了 扛不住了 那孩子一上体育课就吐 后来一问怎么回事呢 成天整晚整晚上玩游戏 最后实在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晚上玩游戏 白天课都上不了了 后来他父母吧 都非常忙啊 没办法把工作放下 飞到美国来陪这个孩子 后来从那个寄宿家庭里搬出去了 自己单租了一套房子 陪孩子过了一段时间 帮助孩子来改变这种情况 最后可能效果还是不错 反正我觉得吧 就是高中阶段吧 最好是能有家长出来陪读 这种情况呢 会好一些 当然也有的孩子 自己能力特别特别强 这个是另当别论吧 纽约的这些高中啊 大学啊 包括纽约的这些公立高中 我都走过 看到过很多 咱们就说华人孩子啊 咱不说老外 很多华人孩子 各种各样的 真是长了见识了 反正是 所以在这呢 我也给朋友们提个建议吧 家里有留学的孩子 这方面呢 大家多关注一下 刚才啰嗦了这么多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所见所闻 希望这疫情呢 早点过去 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平平安安的吧 把自己的专业修完了 学有所成 这样呢 大家都极大欢喜 是吧 好了 今天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欢迎留言评论 谢谢朋友们的观赏 谢谢朋友们的观赏